澳洲流浪探险家克劳斯 家人们好呀 我是克劳斯 今天克劳斯来教大家如何在澳洲腌制烤肉 克劳斯选择的是六婆的腌肉料 二合一料包 其中包括腌肉和蘸料 香辣鸡翅腌料 第一个咱们要腌制的是鸡蒸 打开包装 去除多余的血水 放到小的容器方便腌制入味 放入料酒 放入鸡翅腌料 放入香叶 红薯粉 适量香麻油 花椒少许 白胡椒去青增鲜 接下来用手抓均匀 旺放盐了 补上 盐色有点淡 再加点腌料 接下来腌制鸡鸡鸡鲜 接下来腌制鸡鸡鸡 去除多余的血水 汤水 开始搅匀 搅匀后封存 放至冰箱 静置入味 接下来腌制羊肉 拆开包装 清理血水 接下来把羊肉切成若干块 以便之后切小粒 开始切小粒 咱们现在开始腌制 打开烧烤腌制料包 料酒展示 加入料酒 紧接着使香麻油 必备的香叶用来增香 花椒去腥 加入烧烤腌料 白胡椒 糕里头 搅匀方便入味 盖上盖子 低温冷藏即可 紧接着咱们腌制牛肉 老规矩先打开包装 牛肉展示 这两大片牛肉 换谁不迷糊 分成若干块后 再切成小粒 把牛肉切成小小粒后 准备腌制 香麻油的作用 香麻油的作用是入味 花椒粉效果会更好 香叶 加入适量烧烤腌料 适量食盐 白胡椒 料酒去腥增香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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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封盖保存 蜜蜂效果更佳 好 接下来是猪五花 老规矩先切小块 猪皮比较难切 需要小心哦 好 先放腌料粉 与鹿均匀 料酒也安排上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花椒糕里头 香麻油往里倒 食用盐也少不了 好 接下来是大家最爱看的环节 切到现在也该磨磨刀了 解压的去油环节 爱吃羊油的可以无去油 现在我们把羊排分块 烟羊排 腌羊排 首先我们需要倒入料酒 倒入仅存的香麻油 花椒糕里头 香叶碗里倒 白胡椒别忘了 烧烤腌料少不了 雨露均粘 加点烤翅腌料更好吃 适量食用盐 搅拌均匀 封存好 放入冰箱 冷藏三小时 腌制入味后 开始串串 打扫完厨房 大功告成 再见家人们 感谢您的观看 也感谢您对克劳斯频道 一如既往的支持